嗨 你好 我是Joy 志强 这节影片要和你分享的一个做法 就是如何用Semile Web 去帮助你找到更适合的关键字 Semile Web 是我常常在使用一些分析的时候 帮我的业主做分析 或是帮我自己在做联盟行销 或做其他的产品推广上面 我会如何去找出适合的关键字 来去帮我去设定文章 或设定内容 或设定影片的抬头等等之类的一些 很好用的一个分析工具 今天我就在这个简短的影片之中 来教你怎么来使用Semile Web 来去让你自己知道说 当我自己有这样商品要推广的时候 如何从是我的竞争对手的部分 找出他们推广的角度是哪些 或他们使用的关键字是什么 好 我们可以透过Semile Web 来做这件事情 当然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很多 相关的一些文章 来做学习 不过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简短的影片 也可以对你有些帮助哦 那如果你觉得你喜欢我这样子的影片 也不想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的话 那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应该这个地方吧 对这个地方 然后开始订阅我的频道吧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咯 首先我现在先从整个联盟行销的联盟网上面来找产品 这样才不会有广告之险嘛 那因为我也希望说我能够找出产品类似和相同的部分 来让你看出Semile Web 在这上面可以做出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让你自己看就明白 好 首先如果要找我们应该是要找所谓的热销的商品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热销的商品来做这件事情 好 热销的产品中间 等他一下 好 OK 第一个是看到最热销是目前这个OK中讯 然后过来是相同的有跟等人贷款跟房屋贷款有关的就是束配贷 好 那我们用这两个来做 那我们先将这两个先开出来 开出来 好 开出来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来找他们的预览 因为我们要去用他的官网的部分的连结来去做分析 好 所以这个部分就要用他的官网 在前面这个官网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束配带也把它打开 好 我这只是一个范例 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有你自己的官网 那你可以用你的类似竞争对手的网页来做这个样子的分析的内容 好 所以我们从OK中讯这边我们把前面这个网址 好 这边这个网址我们把它复制起来 这我们到Semular Webber这边 好 Semular Webber这个连结我会放在影片的下方 让你来做点击 好 我们这边贴上这个OKBANK 好 搜寻 好 这边就看出来带出来了 好 那它会依照这边部分去把它浏览出来 然后在国际的排名 在台湾的排名 各是多少 然后流量的overview overview就是所有total的访客的流量是 照之前有多少 平均的时间是多长 然后每个page的访问的次数吧 page per visit 好 这些 我们可以用TotalSemular Webber来看出这个差别 你看我们就可以看到OK中讯这边98%都是属于台湾这边的流量 当然这没错 这是在台湾的服务嘛 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再往下 有几个比较重点的地方可能会在这边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就是直接过来的有16个percent 那透过连结来的有21个percent 那透过搜寻而来的有39块近40个percent 所以你看很多是因为他们可能需要找某些的商品 就是他们在输入关键字的时候呢 而进到这个网站里面来 好 那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因为它有足够的数量 所以在Revens这边就可以看到它是从哪边来的 我们可以看这个是从通路网 有没有 这是通路网 所以看起来通路网是属于第一名了 所以应该是说在联盟行销里面使用通路网 并且去推广OK中讯的部分 占了全部留 占了这个Revens里面的11% 这很高 这真的很高 过来是这个Top168 我们来看Top168 它也是一个贷款超好贷 也是一个相关的一个网站 在这边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排名 我们看一下 它这边排名是在6万多 在台湾是6万多的排名 所以还算挺高的 再来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没有显示 也是通路网 这个是通路网来 不过这个就占了8.48 其实这边很特别 这边都会相同一个% 这应该有它的一个什么原因在这里 不过这可以看得出来是说 像这个UDN UDN其实是一个部落格的内容 我们在之前 在我的教学里面也有提到一点事情 就是我们如何去进行我们的部落格行销数 联盟行销部落格行销数来说 UDN也是一个部落格的一个分享方式 而且它的流量也挺大的 其实有挺多人会在这个上面去做 相关的一些商品的一些叙述 所以OKBANK等于是说 它在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一个使用 是有人会用这样的方式去reference 就是说有点类似 分支的连结 通过别的地方而过来的 是这几个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出这个很大的差别 再来是搜寻的部分占了快40% 我们就看它的关键字有哪些 好搜寻上的关键字有关这个 这个借钱还有这个借款借款利息 这边就有OK中讯贷款中讯国际这些都是 后来这边有一个付费的 付费的关键字 付费关键字 那这边就有一个有关是贷款信贷 小额信贷 这是他们有人去购买 现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说 如果你是做类似这个竞品的部分 在这边可以看出它的差别 好可以看出它的差别 就是它是使用哪些关键字来做这些事 再来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 Social就是社群媒体 所以社群媒体上面它8.8%的流量 这看起来很特别 这就只有从Facebook而来的 Facebook而来 那另外这一个是 呃 广告的部分 好有关是QDN 还有这些其他地方都是 这个 呃 主要的推广者 有这些这些平台 这个也是一个 这还蛮特别的 这个在国际排名其实还蛮高的 嗯 这个可以还蛮值得来研究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平台 不过它排名真的还蛮高 代表说它的使用流量一定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好这是OK中讯的部分 那我们再开一个 再开一个 再开一个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速配代嘛 那我们来看速配代跟 呃 OK中讯的一个差别 好我们另外开起来 好我们另外开起来 这边打开 这边打开 铁上 搜寻 好这边可以看到 嗯 它 呃这个 这个 这个 速配代它也是一个贷款业务 那 排名是 五万两千 两 呃 五万两千两百一十五名 在台湾啦 然后这个 呃 这边看不到 可能是 讯息不够多吧 好 这边有个直接来跟reference来 还有search来 这三个 那我们一样可以看出 呃 在关键字安排上面来说 它是用了哪些关键字来找这些内容 reference 这边看起来它没有提供朋友足够的资料 所以看不到 那search的地方 这边有 呃 83 好 是透过这些来的 那 没有购买 呃 付费的方式 应该是有才对 他 嗯 对 这边是没有 好 在这边看到 多半都是搜寻而来 不过他这搜寻就比较特别 不像 不像我们 呃 常常看到的那种 额外其他 他都会有多加速配带这个字 所以看起来 其实 以如果以他跟ok中讯来比较的话 可以知道说 他的 他的两者之间的一个很大差别 在于 呃 ok中讯这边搜寻的字样 就是包含什么借贷借钱 可能他这些的关键字流量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他都会直接引导到ok中讯 让人家来知道说 ok中讯是可以让你去做一个 借钱接贷的一个网站 透过关键字来搜寻 那速配带本身也是你可以用速配带来做 但是速配带就变成他是必须是 直接搜寻速配带 才会有这样子的内容出现 好 社群媒体是2.26% 然后 网站的部分 主要就是透过他自己了 好 看起来这没有什么太大的 好像看不出什么 互相彼此竞争的一个差别 那我们再另外再额外再多找一个 叫做 老妈拌面好了 爱希特多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的差别 如果你是刚好做这两种的差异的话 你可以在这刚好来一个比较 好 影片有点稍长 我现在已经录到10分钟左右了 那我们一样做预览 来看一个差别 好 我们来看看老妈拌面的关键字 主要是从哪边而来 那如果你是做 类似产品的部分 好 这个内容 应该可以帮助到你去规划 你的一些 行销的一些策略 或是在网路上的一些 关键字的一个差别 好 我们来看看老妈干面的部分 SemiWave一直以来 在我开始接触网路行销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析工具 你能够看懂这个数字的话 就能够帮助你在这个 这个设计的设计策略的路上 可以看出跟别人的这个差别 好我们看一下老妈干面这边 它有一样也是通过搜寻而来 好这边reference也不够数据 好没关系 那我们看搜寻的部分出现了 老妈干面看起来有 乐多芝麻酱干拌面 老妈拌面 其实这个 你用自己的名字去搜寻一定是最大的 一定是最大的 然后这边还有哪里有卖拌面 老妈干拌面是台湾的吗 这边也会有这些相关的字 字词 目前比较常在用的 常出现的 那这边有找到 属于购买的关键字 这部分有14.42% 是直接用老妈拌面来做 好如果你是做拌面的产品的话 你看看起来他们都是 买自己的名称是居多的 不叫没有说我打拌面 两个字就是引导到老妈拌面 这看起来就比较少 没有像OK中讯这样子 直接打借款 那我们就会出现它 在搜寻上面还是会依照 消费者他们会搜寻的方式 跟角度来做这些事情 不过在老妈拌面 这很特别的是说 它除了流量来自于Facebook之外 它还有来自YouTube 所以这看起来是 有些可能是属于开箱的部分 它会是影片开箱的条件 这边有IG IG也占了快3% IG的部分我想应该是 做一些美食的照片 所以这个会有 不少的流量在这 看起来Facebook还是 占最大宗 占最大宗 然后 内容的 这是它的官网 好 在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说 还有 如果 这些 这些搜寻的人 还搜寻哪些 topic 就是有哪些的关键字词 是会再这么做的 当然这是一个 老妈拌面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 埃希特多的这一个部分 应该死 网络突然有问题 等我一下喔 太可恶了 不好意思刚刚临时有点状况 好了我们来把 埃希特多的部分 把它 一样 带到 Semile Webber 来看一下它的一个 最近的一个 近况 好 这边目前看来 看一下喔 嗯 它一样 还没办法 流量带差 这边 欸 Display 这边也有 Social也有 Search Reference 直接过来的是最多的 所以看起来它是 一个 教具品牌的一个做法 大家都会直接上它的官网 去做了解 那搜寻的部分 喔 有 这边有一个 日本胶原蛋白推荐 王思佳 所以 好 这边有一个 呃 本原装顺畅 宣言 奇迹纤维 洞 欸 你看喔 我们可以透过这几个 前面几个关键字 好 女人我最大 透过这些 关键字的搜寻 前五名的关键字搜寻 再针对比如说 类似埃希特多这一款的 这个产品的一个推寡 假设你是联盟行销 你只要在推广 就可以用 呃 这些的相关的一些支持 来做这些事 好 让搜寻的 呃 流量 可以也导到你自己的 呃 想要推广的页面上面去 好 我们再看一下好 Social的部分 欸 主要都是透过YouTube YouTube就是 就占了6% 好 再来 后面 后面就没有那么 没法带出来 好 目前我们现在在用这个 SemularWeb 我们是属于 呃 一般使用的 那如果你 注册成为 SemularWeb的会员的话 那他还有提供 呃 好像是10天吧 10天的一个 呃 呃 Pro版的一个 进阶版的一个使用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 呃 透过这一个 Pro版的部分 来去做一个了解 好 那主要这支影片 是在帮助 让你了解说 我们如果 透过SemularWeb 我们怎么 怎么去 依照我们的 产品类型 去找出竞争对手的 使用的关键字 是哪些 还有我们自己使用的 关键字的规划 是应该怎么去做 这才是呃 SemularWeb提供他们这样子的一个 服务的一个最大宗旨 当然这有很多 更细节的一些 呃 设计方式 这影片我只是做一个 简短的一个说明 那如果你 你针对你的产品 或针对你的 品牌的规划 你有一些 呃 其他想要去进行的部分 你不清楚该怎么进行 你可以在影片的下方 加我的个人的 LINE的部分 那我可以给你一些 呃 线上的一些咨询 那来给你一些协助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把你的品牌 呃 让你的品牌的好东西 让更多人来看得见 当然这是一个 呃 希望能够协助到你的一个部分 那今天这样子的一个 呃 说明的影片 也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那如果你觉得我影片不错的话 也记得 好也记得 呃 在影片之后也记得 订阅我的频道吧 记得你按下订阅了之后 会出现一个小铃铛 铃铛它会出现 现在改版之后 会出现选项 好 会有三个选项 一个是铃铛旁边有个类似像震动的一个样子 那你有开启这个震动的样子 在影片一更新的时候的 呃 我一上传上去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最先最新的通知 好 这个是我们希望你能够做的 那如果你没有开启这个通知的话 你可能只是订阅 但就是变成你要进到YouTube的时候呢 他才会在呃 订阅内容那边出现一个小红点 那让你知道说有新的影片 他就不会变成即时推播啊 通知给你知道 当然如果你不想错过呃 我最新的一些影片的一些更新讯息 那我希望你可以呃 订阅我们频道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这影片不错的话 也给我个赞 那有任何的想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让我知道吧 那希望这样影片可以帮助到你 那我是Joey志强 那我们在其他的影片中见 拜拜